对日本来讲此刻呢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说是最危急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这个日本首相兼职人呢 最近在召开记者会说明爆炸事故因应方式的这个同时呢 转播的两位电视台主播他们的麦克风忘了关 那么现场评论说这个首相的发言很无聊 同时女主播失态笑场 在电视机的这头当民众关心浩劫的同时却传来哈哈大笑的声音 让日本民众非常愤怒 日本首相兼职人对核报召开记者会 主播才把现场交出去却马上失言 男女主播的麦都没有关 两人对话直接播出去 两人开始闲聊评论直说日本首相只会谈核电厂吗 难道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讲了吗 更离谱的是发生地震核报危及日本安全 女主播却哈哈大笑 女主播失言笑场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日本网友气得要人肉搜索 把这名女主播找出来 网友把矛头指向日本富士电视台的28岁年轻女主播邱元优理 网友听声辨人 说这是邱元优理的声音 还有人针对邱元优理笑场 直说她人格有问题 应该要立刻开除 更有网友说绝对不可以原谅 不过有网友更想问的是日本国难当前死伤惨重 核电厂爆炸危及 国人安全到底是什么地方 让主播这么没有良心 边转播边笑 据据我何兆伟台北众报道